透过志工妈妈的努力,提升孩子的自我情绪管理 全球化的兴起逐渐引领我们的视野,迈向了世界的拓展 然而我们发现在台湾的某些小角落 看到了许多学校凭着老师一颗永不放弃的心 孩子们奋力向前的动力,扶持了彼此克服资源短缺的生活 今天是那个美味厨房 然后主要是教孩子他们平时生活治理 然后我还有包括他们这边那个过程中的互动 那是我们理事长很用心良苦他所经营的 孩子欢乐还有比如说我们上次去比赛厨艺拿了金牌 然后他们就会很肯定自己,更加肯定自己 然后我们也做起来会觉得心里很欢喜 因为我会提前一天问理事长 我们协会里面有什么食材或资源 然后我就会依食材去调配 然后做的料理就是衣 那个人家物资那个送给我们的物资 然后做变化 音材,音材,音材,音…我们那个教材啦 这样子做才不会浪费人家爱心 有什么我就做什么 食材里面有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 就跟小朋友一起可以做他们点心 有有有他们都有,他们都有 只是说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变化更多变化啦 可以更多的变化 然后孩子也会更喜欢上这个课程 他们从不会拿到或是不会洗菜到 他们的治理能力都变得改善得很好 大家都很厉害 高雄市多元家庭关爱协会 一本着为社会培养青年服务人群的教育理念 在理事长陆景慧的支持下 史郑秋香这群义工妈妈们 在陆族下坑国小的偏乡教育关怀中心 经历了数年的耕耘与建构 让民间的资源共享合作 致力于培育小学生长期生根服务 让台湾的弱势族群 通过爱与服务的行动力守护着台湾 守护着世代 十方新闻王天伦成一上高雄采锚道